Anthony 回答你如何吹笛呢? 吹笛是你的氣是要用一條舌頭 觸碰著你的上岸 打打打打地發出氣 而且你拿笛的角度 大概是45度角 不要這樣 或者你隨便一向上也不對 應該是45度角 然後你就 Fail your audio to join 如果你就這樣吹笛的話 就會 Fail your audio to join 其實音色不夠漂亮 如何更漂亮呢? 就是打打打的方法 例如是 我的舌頭是上岸 我的舌頭是打打打打打 用這個聲音的方法 用這個方法去發聲音出來 試試聽聽聽 就是這個聲音 如果你符符符去吹 就會怎樣? 符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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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 音色很易不易 喜歡的那種疲法 comin in 吸气 这个要很轻 要很輕 如果你大就要按 還有你要檢查手指有沒有按穩 尤其是這一隻 如果要按半粒 就會很奇怪 按緊緊 這樣就不行了 通常我們 吹弦或拉弦 最後的句子我們會繞一繞 視乎我們圓 可能是這樣 即是繞一繞 記住 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 吹的方法是要搭搭搭 不是蠔蠔蠔 舌頭在上面 吞鈴 我叫吞鈴 即是搭搭 第二點就是 知道第一個角度 即是不要這樣吹 又或者很斜地吹 即是45度的角度 第三點就是 低音位置 一定要封住小孔 其實低音位置 但當你低音位置 你叫做氣要再輕一點 可能是 那就多了 可能是 要很小心 要練幾次 那你就會好一點 希望幫到你 好嗎